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只消息 说南福电池的电压大到偏高 很容易烧主板 还容易跑电 10天就没电了 我家里面一直是用的南福电池 那么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的一探究竟 我把市面上几种最常见的电池给买回来了 在测试之前 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诚实 国标 对电池电压是有规定的 大家要看国标 标穿1.5V的5号解线电池 它的开路电压不能超过1.68V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买回来的这些电池 南福聚能环4代 五拱减性电池 双路五拱减性电池 这是小米 金霸王 松下 超霸 我来实际测量这几种电池的电压 电流 容量 列阻 然后再进行对比和分析 用得出的数据来说话 看到底行还是不行 先是双路电池 1.631V 小米电池 1.614V 超霸 1.617V 金霸王 1.616V 松下 1.627V 南福聚能环4代 1.626V 我们来对比数据 双路电压最高 1.631V 小米电压最低 1.614V 但是都在股票的范围之内 第二项测试 电流 南福电池 6.4A 双路 6.33A 小米 5.84 超霸 6.4V 金霸王 5.75V 松下 5.7V 电流的差距都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再进行放电测试 也就是容量测试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 我特意买了一个专业的测试仪器 放电电流 我设成500mAh 最低电压 也是中指放电电压 调到0.9V 经过测量 南福电池的容量是1739mAh 双路电池 1355mAh 小米电池 1351mAh 金霸王 1404mAh 超霸 1604mAh 松下 1384mAh 可以看到数据排名是南福第一 依次是超霸 金霸王 松下 双路 小米电力 在这里再和大家讲一个诚识 电池除了电压 电流和容量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那就是内阻 同样容量的电池 内阻越小就越耐用 所以我再来测一下这些电池的内阻 为了测量结果的精准 我准备了一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内阻测试仪的夹子夹在电池盒上面 红色夹着正极 黑色夹着负极 这是南福 内阻是0.155Ω 双路 0.177Ω 小米 0.181Ω 超霸 0.167Ω 金霸王 0.193Ω 松下 0.198Ω 内阻测试 南福最小 松下最大 所以通过以上测试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参与测试的这几个品牌的电池 它们的电压和电流都相差无几 都是符合股标的 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的南福电池 电压过高的情况 如果说南福不能用的话 那么我金霸王 双路 超霸 这些电池都不能用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数据就知道 双路 它的电压比南福还要高 测试的容量 大家可以看到 南福是参与测试的电池品牌中最大的 这也就意味着它最耐用 然后那组 南福电池也是最小的 电池越小 电池越优质 所以说金规系列的测试 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些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真测试才有真话 南福电池不光不存在 电过高烧化用力气的情况 而且还是参与测试当中 这个电池品牌当中最耐用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南福电池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辜负过大家对它的信任 一直给大家提供如此高质量 高效能的产品 所以说南福才是真正唯一用户考虑的 毕竟耐用才是玩到 对不对 米饭 对不对 米饭 utilis